我们这个课呢是2020年9月23号最新更新的一个课程 那么呢我的微信是956031956到课必就啊 咱们辛辛苦苦研究这个课程啊 大家不要去对外乱散播 今天呢这一节是一节全新的一个养号的流程 它适用于抖音的任何账号 就是只要你做抖音你都可以用我的这一套养号流程去制作账号 不管是我们的小程序文案馆还是你想做其他一些啊 全都可以做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养号的时候全程禁止用WiFi啊 就只要是用抖音 只要是你用抖音啊 打开抖音之前 一定要把WiFi给关了 为什么 这个时候会有人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WiFi下呢都会连接很多的手机 所以呢一个WiFi下联系太多手机 我们又是想用抖音赚钱了 抖音会很容易把我们判定成营销号 就会给限制流量 所以你的号呢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一个小细节 导致流量上不去啊 好我们开始啊 我们开始第一天养号的步骤 首先 抖音卸载了 然后呢 抖音先卸载啊 抖音软件卸载之后呢 开启飞行模式15分钟 然后呢 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这个这一步的操作呢 相信大家都会啊 手机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这个的话 咱们打开百度搜索一下就行了 打开百度搜索你的手机品牌 不管用手机还是电脑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是苹果手机 苹果 苹果手机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好百度都会有一些教程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包括安卓手机 你是小米的 OPPO的华为的 你都可以百度去搜 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因为机型太多比较麻烦 我们就用百度就可以啊 这个 我在这里不多讲 然后呢 恢复完出厂设置之后呢 记得啊 用流量下载抖音 用流量啊 用4G下载完抖音 不要打开 然后呢 依次把我们需要下载的软件 给下载一下 我们需要下载 抖音 今日头条 还有抖音火山版 还有西瓜视频 还有多闪 还有剪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载完 都不要打开啊 为什么要下载这些软件 因为我们主用的是 抖音和剪映 抖音是我们用抖音的啊 剪映是我们用来剪辑作品的 那么为什么要下载 抖音火山版 西瓜视频 多闪 还有今日头条呢 因为这些呢 都是抖音的一个产品 我们需要后期 把这些产品 绑定到抖音上 这样的话会增加 你账号的播放量 权重 以及你多平台的一个流量 好 然后我们打开抖音 打开抖音 不要登录账号 大家记住 不要登录账号 这个很重要啊 有很多人是 直接打开抖音 就想注册登录账号 这是错误的 我们 现在抖音的规则这么严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应该先去看 推荐里的十个视频 先看完 怎么看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把这个投屏软件打开 大家看我的手机演示 一定要耐心 不要觉得我的课程 很详细 很啰嗦 就觉得你都会了 一定要耐心 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更新 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打开抖音 抖音会推荐 热门的推荐作品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这个前十个作品 一定是点赞高的作品 我们一定要看完 不要滑抖 知道吗 就是你作品一定要看完 在看的时候呢 不要进行任何操作 看完十个作品以后 继续再看十个 一共是需要看二十个 先看十个 然后再看十个 再看十个以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要去打开作品的 这里的评论 打开的作品的评论以后呢 你要打字评论 随便评论一下 这个时候呢 他会提示你注册登录 手机抖音 知道吗 我这里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是因为我已经登录了 那么假如说我这里呢 我把它给退了啊 现在呢 我就是这个抖音 我把它退了 我给大家演示 我现在抖音啥也没有了 没有账号了 现在就是刚注册好的一个抖音 我们需要评论的时候 点这里评论 我发一个问号 这个时候呢 他会出来一个登录的界面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一键注册登录了 一键登录 一键注册 千万不要去做 千万不要用 验证码登录 或者是密码登录 什么什么的啊 一定要选择本机账号 一键登录 你提前把你的手机号换到你的手机里 听懂了吗 提前把要注册的手机 要提前把注册的手机号登录 放到这个手机里啊 然后选择一键登录就好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人问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一键登录 我这里呢 选一下选一下密码登录啊 密码凑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先把这账号登录 然后呢 我们记得啊 一键登录以后 然后呢 不要修改资料啊 去导入 导入你的通信录好友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手机号怎么 怎么去注册 OK 我刚刚去拿了一下验证码 大家可以下载一个签聊的软件 看我的课程可以快进啊 咱们的课程主要是从新手讲 一直讲 讲得特别详细啊 所以呢 可能比较啰嗦一点啊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学会 大家现在这个 有人就觉得 我要呃 这个手机号去哪搞 营业厅的又太贵 如果用流量的话 你们都不要用WiFi 我的流量商不齐 那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抖音右下角的我 啊 右下角的我点三个杠 三个杠这里呢 有一个我们点完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更多功能 选择更多功能 有一个 那这课程啊 我去那边 蹲下 我去那边 那是很终于 我去那边